上一次我們跟齋常說了很多最近很混帳的事情 尤其是林水龍這個人渣被他罵得很輕 但接下來我覺得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因為我們每一年去到七一 我們就知道這是一個機會讓我們香港人上街 說出我們對政府的不滿 其實坦白說不應該一年這一次 不過沒有了這個 因為這個七一制出現 大家當然要去上街 誰知道今年政府就順應今年的大趨勢 就變本加厲玩東西 就刺激你上街了 其實曾蔭權是最大的叛徒特工 在中國共產黨裏面 想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公賊 是一個曲線救國 最新出了一個 每年我們有一個惡法 就是不知為何遊行 就要申請一個所謂不反對通知書 這個被人罵了很久 就是你一旦支持 一旦贊成 一旦反對 那你無緣無故不反對 這是什麼意思呢 轉一轉頭 因為遊行本來是人權 所以他不能反對 所以他就屈你 說我們為了維持秩序 你告訴我你做什麼 然後我出一個不反對通知書給你 但有後果 如果你沒有拿到不反對通知書 他就有可能會告你 告你那些非法集結的惡法 那今年呢 我們每年七一都很乖 就去申請這個不反對通知書 那今年警方就出一個不反對 誰知道呢 就有個負例 有九萬條的東西 這個負例 從來都沒有 今年做了一個負例 負例其中有兩條 舉個例很白的 有一個是不給玩樂器 不要打鼓 不要吹口哨 有些人說 喂大哥 根據這個維基的定義 出到聲已經是惡氣 那我是不是應該倒瓦自己 才去遊行呢 那另外有一個 又是混帳 就是希望各位使者 不要給籌款多萬遊行 那大哥 籌款 每年都要做的事 這個 是不是 要不然我怎麼夠錢 去跟你對 那又不給 又說要加快腳步 成成 這些事情 怎麼看呢 我個人看法 之前說過幾件事 包括林渣 人渣 林稅 林稅 以後簡稱叫做林渣 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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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做的事 或者那些網絡23 這些東西 不是屬於城管 不是香港城管化的積作 是香港變成白色恐怖地區的積作 或者叫做紅色恐怖地區 因為中國共產黨還是紅色 是吧 建黨委業之前是白色 現在是紅色的 這其實是紅色恐怖的積作 即是古拉格化 現在最新有個說法叫做古拉格化 為甚麼呢 是未未被拉 這個問題就是中國進入前蘇聯的 所謂古拉格雲島的時期 大量拒禁政治犯 所以中國大陸就是古拉格化 香港都企圖古拉格化 這是很悲劇的 順便提一提大家 劉心今天的新聞應該是 胡佳先生被釋放 希望他可以平安化 希望他的肝有事 有肝炎 希望得到治療 大家幫他祈禱 好了 胡佳這些是真基徒 這些人真的要為祈禱 林渣那些是基督 我剛才看到林渣在基督網上有 為甚麼介紹 那些是林渣那些是敵基督 那些是落地落的 不用說 我是藏學家 我判 好了 現在回來 就是說這個 我們叫做甚麼 不反對中之書 或者這些 真是很噁心 即是說這個政府 這個特區政府是專門搞事 這些是很噁心的 我不明白他為甚麼要搞 其實他搞是刺激這些民憤 在這個刺激民憤裏面 又進一步將香港的警察 變成城管 即是將他公安化 大陸公安化 不特之變成城管 城管就是 那些是很八卦很諸事 甚麼都要管理 總之我甚麼 我不說你做得 你都不准做 到最後 發神經 好了 如果你真的要面對他 你是唯有群眾 上升那個甚麼 即是上升那個 跟他的對抗 即是說 我不再採你 因為實際上 在國際人權公約來說 遊行示威是我的權 我的確不需要跟警察申請 我唯一就是我對市民負責 我應該是通過網絡 或者甚麼 我通知市民 我幾時幾日會準備遊行 我預計 都是我預計 我沒有辦法肯定 但我預計我會有多少人 那你們自己撿生 你覺得 阿渣如果叫遊行 沒有了道 那你照走那條路 你的車照去 到時塞車不關我的事 這樣 如果不是 即是 我就只通知市民 我沒有理由再需要通知你警察 因為你警察太白癡 為甚麼要整個不反對通知書 剛才阿達琳說了 即是根本上是 你無權阻止我去遊行 但你現在為了這件事 整個不反對通知書 但你的不反對通知書 是不反對的 不是代表你管制 這不是管制通知書 為甚麼要管制我籌款 管制我帶樂器 好了 如果你說 如果 如果 甚麼 即是 我出聲都是樂器 那便便麻煩了 如果你說 真是當人肉不是樂器 人肉 我自己出聲不是樂器 我在湖南買了幾枝 吹這些 很過癮 一吹就一吹 雀叫 雀叫 雀叫不是樂器 我準備帶他遊行 到時 派給朋友一起吹 人家變雀 雀叫 大家在遊行中 聽聽歌聲 聽聽雀叫 好嗎 即是這個發神經 即是這個特區政府 特別這班警察 由李明葵開始 他是侮辱斯文 是主學墳琴 拿貝多芬音樂來 蓋著示威者 即是這個人 難怪的地方是甚麼 他當然是看了發條橙 然後去做 所以他是挪底橙 明白嗎 即是發條橙 當年就是告訴你 拿貝多芬音樂去 令到那個人 受不了 每一次 要令到他聽最喜歡的 貝多芬音樂 變成他的毒藥 他一聽他就會作嘔想死 他真是恐不恐怖 你是有欲斯文 你現在就是 人家如果拿樂器 你都搞 你也沒有發神經一點 香港人不是猛的 你現在不是不下蒙 05年見過韓龍時威 人家帶鼓 人家帶樂器 人家帶你鬼事嗎 時威遊行 那天不是晚上11點 11點你用音響管制 就是告訴我不准出聲 如果不是 你搞甚麼 我問你 你這個特區政府 你搞甚麼 你發神經救未 你是不是令到香港蒙羞 變成一個國際笑話 等於你臨渣 你令香港變成國際笑話 香港有個特區政府 讀完法 香港要讀完再讀完樂的人會這樣垃圾 這樣去露屈德國佬 要不叫希特拉來打你 他死都不行 德國佬都要出聲了 所以 真是神經病 我真是無法想像他為何要做這樣 就是這個特區的警察 就是這個警察說 這個警察說 曾偉人會發甚麼神經 要做這樣的事 就是你是千方百計去刺激示威者 你是想製造對立矛盾 這個就是你整個特區政府 違反中央人民政府過去幾年的大政策 就是搞和諧社會 你不是搞和諧社會 你現在是反其道而行 你是要不和諧社會 是呀 真是很拿命 其實這個 今時今日我們去到七一 這個北反中央人民政府有負禮 就已經見到很嚴重的壓迫 但其實這又不是一隻一隻的事 如果我們看回過去一年 但是今年到今年真是很過分 是的 由去年6月23到現在 我相信這一年多 這個特區政府是變本加厲的過分 然後呢 林渣可能覺得葉劉改良得太緊要 他變成了他想做葉劉第二 他想令到他自己成為香港人 最討厭的那個特區政府官員 他想取代葉劉 所以現在就做臨劉了 說回成果那裡 第一就是 我們上次記得 我們最近看報紙也看到 在六四那天 六四那天 六四那天發生幾件事 第一就是六四集會 即是祝光晚會的時候 有一些人就表示 去到維園的時候 對呀 又是呀 你知不知道那天晚上其實很危險 如果有任何一個示威者受傷 甚至如果不幸死亡 你曾偉雄你要負責 即是你根本上要出來借罪 你根本上你要疼 即是說你這個特區的警察當局 你做甚麼事 要將參與維園集會的和平示威者 擺在一個危險的境地 那是很危險的 他們是在哪裏呢 那是一個位置在銅流環入維園的時候 突然間那裏無情情做工程 然後就把一個位置收到很窄 你收到這麼窄的位置是不利於大量人群經過的 將那個變成一個樽頸位 樽頸位是極可能發生蘭貴方事件 那你這個賤人真是要說 你這個賤人曾偉雄 你做甚麼要做這些事 或者你下面的指揮官 如果是下面的指揮官 麻煩你解除他 你做甚麼會做這些事 是全香港人應該質問你 你怎可以做一些危險動作 是將香港人的生命擺在一個危險的位置 我想你自己要答覆 我想立法會議員 泛民主派的議員 應該要纏住曾偉雄 要提出質詢 提出質詢 你為甚麼要這樣做 你甚麼理據那時這樣做 你以後怎樣可以防止類似事件發生 如果不是我要維持你負責 這個是就算我不會贏 因為又保皇說 我們如果應該 泛民主派議員 特別是李卓人 是應該考慮要提出譴責 譴責曾偉雄 讓大家辯論這個曾偉雄 是否應該被譴責 但很可惜這件事好像不了了之了 不是的 你現在是人民要上街 就去告訴不知特區政務長 亦都告訴我們所謂的泛民 你為甚麼要做事 你現在不能做 你九月回來 大家過完暑假 慢慢度定回來 我們要纏住曾偉雄 你要解釋六四那晚 你為甚麼要這樣做 你警察的責任是去維持一個示威和平有秩序進行 即是說你應該是facility的示威 你不是去阻擋示威 你也不是用你的愚蠢方法 就算當你愚蠢 用你的愚蠢方法 將人民擺在一個謎點的地方 這個是非常之差的 另外有一個想提為六四那晚所謂被捕的事件 那個被捕之前是因為警察阻礙 不用說了 那共也是 這個就是可以這樣說 這個叫做3月6日事件的警察主動版 警察突然間又是專門製造事端 現在問題是香港的年長的倍 即80次 大部份人好像不明白 甚麼是國際人權公約 大部份人不明白 人是天生 在人權公約來說 是天生有示威的權利 我只是我的示威的權利 盡可能不會阻擋了你正常生活的權利 所以那天晚上六四之後 有大量年輕人操去北角警官 本來他們是走行人道的 走到這個北角差不多黃都戲院的時候 你警察擋著不讓人走 這個是你阻礙普通市民行使道路的權利 其實是你自己的警察不著 這個case 其實已經違反了人權 是的 同兩年前 即是同我的2009年 我多次在街營閣月遇到蓮姐 即是她無情情想去禮賓府 無情情被這些女警無情情擋著 又不擋著旁邊在阻礙人 即是你選擇性地去阻礙公民行使她 應有的權利 然後你擋著她 那好吧 你其實就是有陰謀 就是逼她 她跟你對抗的時候 就出街 然後跟著你就說 抓她說她去阻街 但是你這些是很賤的 如果已經上到法庭 因為法官沒有理由這樣 被你說判到得席去阻街 因為是你被迫 是你迫她阻街 好 問題就是 當晚的示威者大部分是準備走 準備根本不準備阻街 跟著你就圍起她 然後你就抓她 是 這個日子都是非常可恥 因為在任何維持公民社會脱罪的時候 就是應該是利用最少的警力 抓最少的人 因為你的目的 不是要去抓人 你的目的 如果你抓人 你就是想製作白色用步 而你的目的 其實是想 一個示威和平有秩序進行 如果就算人們準備不示威 你便讓她離開 你為甚麼要全部圍起要抓 所以這個結局 就是你自己警察當局收家 做到這樣的結局 這個都可以賴到英國的例子 其實英國最近都發生了一個類似的事件 就是有些人去示威的時候 就被警察圍住在這個地方 然後就不讓示威者離開 對 這個是很差的 然後就去到這個 那個叫甚麼呢 去到法庭的時候 那個示威者就告警察 對 就說這個就叫Cathleen 然後那個法官就說 這個完全是違反憲制 也違反所有法律容許的執法司法 對 所以就是rule那個警察要負上責任 對 其實這個 如果用這個例子 當日其實事實上就是發生的Cathleen 對 因為我們想示威者想走 我們散水的時候 你仍然要湧過來 對 這個就是我不讓你走 然後我就再挖你 你是擾亂結帳 這個就很可恥 這個就真是香港特區政策成本化 變成大陸的成本 這一節就是這樣 下次回來再分析一下 可否整體這樣看 一次過看這幾件事 是不是可以看出 其實背後發生了一些很嚴重的事件